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墨绿色鸭舌帽 脚踏黑色马丁靴 元气满满 很是可爱少女风 虽然陈乔恩戴着口罩 但难以掩盖脸上幸福的笑容 陈乔恩走在前面热情地跟大家打招呼 男友艾伦紧跟其后 两人大秀一波恩爱 陈乔恩脸部略显浮肿 细看起来陈乔恩的确胖了不少 难怪被网友猜测陈乔恩怀孕了 陈乔恩与男友艾伦相识于芒果台的一档综艺节目 女儿们的恋爱 节目最初 两人是不被看好的一对 网友评论 艾伦颜值并没有这么高 陈乔恩这么漂亮又善良 艾伦就像野兽 不适合在一起 但一路走来 两个人的画面总是那么甜 陈乔恩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 在节目收官之时 陈乔恩接受了艾伦的表白 陈乔恩动情地道 爱情没有放弃我 冲破舆论压力 两人在一起已经两年了 经常在社交平台上秀恩爱 虽然两人年龄相差九岁 但明显可以看出两人的感情非常好 陈乔恩是一位非常喜欢的女演员 喜欢她可爱的笑容和精湛的演技 王子变青蛙 命中注定我爱你 每部剧都是美好的结局 但现实生活中 陈乔恩的感情生活并不那么顺利 陈乔恩绯闻男友到不少 唯一公开承认的就是和霍建华的感情 两人因合作千金百分百结缘 之后擦出火花 但恋情曝光不到半年就分手了 只能说两人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陈乔恩与艾伦在一起后 也多次传出两人分手的消息 但每次都被两人分享的甜蜜动态打破传闻 近些年 陈乔恩事业上虽不算大红大紫 但相比之下也算顺风顺水 陈乔恩经常被大家关注或是因为新剧 或因为绯闻 但殊不知 陈乔恩生活在一个特别的家庭 陈乔恩妈妈有着极强的重男轻女思想 陈乔恩出生在台湾的一个普通家庭 妈妈是保险推销员 平时工作非常忙 家中还有一个哥哥 一个弟弟 他从小就感觉妈妈更疼爱哥哥和弟弟 上学时 陈乔恩裤子摔破了 想让妈妈给自己做一条新裤子 当时非常流行定做的裤子 但妈妈只给自己的儿子定做了三条各种款式的裤子 而陈乔恩依旧穿着带补丁的裤子 物质上的偏心 陈乔恩还是能忍受的 小时候 妈妈对他一言不合就棍棒教育 让陈乔恩无法忍受 在家里 陈乔恩一直是挨打最多的那一个 妈妈经常用枯枝条把他身上打出血 以至于他听到妈妈的声音就特别害怕 妈妈成了他的人生阴影 高中毕业之后 陈乔恩拒绝了妈妈让他当会计的建议 跑到了台北当起了模特 因为没有背景和资历 陈乔恩吃了很多苦头 做着辛苦的工作 拿着微不足道的收入 有时甚至连房租都叫不起 陈乔恩的运气很好 由他和明道主演的电视剧《王子变青蛙》 在当时掀起了收视狂潮 他也因此意外走红 陈乔恩走红后 母女关系开始慢慢有所转变 但在陈乔恩和妈妈参加的综艺节目中 仍能看出两人的相处十分尴尬 几乎像陌生人一样 几乎全程没有任何交流 陈乔恩曾经透露 受母亲的影响 让陈乔恩迟迟没敢结婚 现在遇到了艾伦 对陈乔恩是呵护被制 应该是把陈乔恩当公主宠爱了 陈乔恩也是越来越年轻 眼神里时刻透露出幸福甜蜜 祝福他们早日花开结果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精彩资讯在家家娱乐 敬请关注哦 请关注哦